有本事通通事先講 連看節目都是最大的贏家 我們上週在15012跟各位預告 本週會有主力大甩轎 沒有錯 本週跌了548點 可是昨天低點在14464 將將又發出的暴力邀請函 有沒有 兩天漲了278點好了 那今天跟各位節目 跟各位做強化 特別的強化 加強的預告 三天過後季線即將連續的扣低 會快速的翻揚 代表什麼 代表三天過後最好賺 最強的噴出暴力即將會大啟動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 今天收14705記好這個數字 下週開始只要站穩14729 先攻15195了 再站年後的16403 未來三天是季線助長之前 最後的佈局時間 請各位把握 另外呢 我們超強的17批馬力超盤數 翻多的翻倍標股已經買兩次了 下週前三天會做第三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通知佈局 請各位把握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點股曾經節目 今天是12月9號禮拜五 台北股市呢 涨152點 投資本有沒有驗證 通通事先講 讓各位驗證 這是一個很驚奇之旅 有沒有 上個禮拜全台灣之後將將預告 因為週月轉折沒有同步 所以會有主力的大甩叫 有沒有 事先預告本週真的大甩叫 一度跌了548點 我們還預告了14444的轉折 沒有 昨天只差20點對不對 好 昨天各位講說 我們研判主力大甩叫 因為主力成本的K值 逼近嚴重超賣 賞戶因為跌了500多點 嚴重賣過頭主力會低接 有沒有 所以昨天各位研判了喔 發暴力邀請函 大甩叫的目的已經完成了 你看喔 昨天發邀請函 到今天高點差了278點 有沒有 然後這些都過去了 今天是禮拜五 全力鎖定 還有5週要過年 還有5個禮拜的時間 你可以創造 我可以幫你創造很多的獲利 來跟各位說為什麼 來 今天特別加強預告 3天過後 季線會有連續20幾天 扣低 越扣越低 也就是說3天過後的季線 它是助長 而且是助長的力量會 越來越強大 代表什麼意思呢 最好賺 最強的噴出暴力 待會會做這個三盤推演 即將大啟動 請各位務必把握機會了 今天收147055 然後我在臉書啊 我在Telegram的粉絲團有沒有 開盤前每天盤前都有解盤對不對 今天講什麼 14602 1463跟14729 好 那兩個壓力過了 只剩這個14729 記好的結論 下週起 因為三天後季線要翻揚助長 然後呢 只要占我14729 聽我的結論很簡單 先攻15195 再戰16403 再一次 先攻15195 再戰16403 請各位務必把握機會 好今天各位證明啊 我有兩套超盤數 控盤轉折超盤數 17匹馬力超盤數 兩個合二為一 超盤數翻多的股票 翻倍的最強標股 我們11月初有佈局一次 就是要標股4號 翻倍4號 好 11月初佈局一次 後來又加碼第二次 好 下個禮拜前三天 會做最後通知加碼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 到你做完整的解析 節目要看完了 好另外投資朋友 堅持祖生 永遠的堅持喔 堅持祖生 專攻企掌 這是我們的砍棒 這是我們堅持 把他做到最好的事情 有沒有 堅持祖生 財富方有機會倍增 一路驗證 我不曉得你看我 有沒有看了幾年 有粉絲看了5年10年 3年這個2年有沒有 一路驗證 唯有把祖生段標股做好 他才是你股市人生的 康莊大道 投資朋友 你看我們的高利 我不是等噴出才追 我們的技術超強 17匹馬力超盤數 控盤轉折超盤數 抓到61.5的買點 輕鬆賺1倍啊 投資朋友是不是 堅持祖生 財富方有機會倍增 這是康莊大道 就是說想盡辦法盡全力 把祖生段標股這件事情 把它做到最好 好過來投資朋友 這是聖銳 有沒有 28.7 17匹馬力超盤數翻多 控盤轉折就是箭頭 好 28.75噴到57 有沒有 又輕鬆賺了98% 是不是 又是一次的驗證 唯有堅持祖生 才是你股市人生的 康莊大道 投資朋友你看喔 是不是 不是幾檔 絕對不碰 投資朋友記好了 股票漲多之後 漲了3成5成8成1倍之後 你如果萬一不小心 買到高點 那就有被什麼 被主力坑殺的風險 是不是 所以這是我的理念 堅持祖生 只能買起漲 不是起漲 再強我都不碰 你唯有把這個堅持 把它堅持住了 把這個原則堅持住 你才能夠避開 被主力坑殺的大風險 我講的都是真心化 良心化 有沒有你看這個威盛 49買進 通通事先講 先賺了9成1 然後呢你看 從93喔 未來轉折扣高 扣高拉回啊 93扣高趕快賣掉 拉回到65又扣低了 又扣3低了 轉折力到又往上對不對 好65買進今天777啊 是不是 好你看喔 兩個波段輕鬆 賺了1.12倍 是不是你看喔 堅持祖生 把它這個設定成為 我們的核心持股 來回操作 把每一次扣3低 把每一次17匹馬力超判數 翻多的波段 通通賺進口袋 你的人生就是如此的簡單 幸福跟美滿 不是嗎 原宇宙明年我們長線看好了 各位做個說明 就是說你看喔 這是威盛 你看頭這邊喔 你看股票 兩個階段我們怎麼賺 核心持股來回操作 這個階段賺了91% 這個階段賺了兩成多 累積賺了112% 我們累積賺了112% 那明年呢 我們認為會有大爆發的這個格局 好好跟上 把它列為核心持股 每一次的扣3低 那個波段 通通賺進口袋 maybe到明年底 甚至到後年 在明年有這個蘋果的 元宇宙元年正式啟動後 maybe到明年的年底 後年我們威盛 累積獲利是200% 300% 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的核心理念 跟各位做分享 一段一段來 把每一段的主線段 把它賺起來就OK了 另外頭這邊 你看這個是不是東哥有提 我不是今天才追 你每天看節目 你早就知道我們264做買進 264買進噴到338 有沒有 好你看喔 這是我們的保齡附近 今年已經前面兩波都全勝 第三波買141 是噴到193 頭這邊你看喔 這樣子賺124% 好頭這邊你看 頭這邊你看 這是保齡附近 你看喔 一檔股票 你看我們是怎麼買的 我們是怎麼賺的 你看喔 今年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為什麼這段都能夠成功的 把它賺起來 都是三角收斂突破 有沒有 都是很簡單的形態突破 形態突破 形態突破 有沒有 三次突破 利用好的技術全部都抓到 那今年保齡附近 三波可以賺124% 對不對 那你的人生是幸福又美滿 那今天法人呢 法人調高 目標價200塊 對不對 你要等到200塊才追嗎 絕對不是啊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堅持主生 財富倍增 聽江江的堅持主生 是你未來股市的抗樁大盜 都是如此 好 你回過頭來看投資票 我昨天是不是發邀請函 14464驗證太省准後 昨天發暴力邀請函 我說過你錯過深瑞 你錯過保齡附近 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今天禮拜五到下週三前 都要完成布局 投資票你看喔 怎麼樣 你看我們的17匹馬力 17匹馬力超盤數有多強大 好 我們前一次看到它什麼 你看喔 這這張股票呢 其實跟我們之前做過的 艾普有點一舉同工之妙 投資票你看 初跌 主跌 末跌 是不是跌完了 跌完之後呢 它底部的形態 有一個很明確的什麼 類似下降楔形的概念 有沒有 好 那正式突破 投資票你看喔 它跌那麼深 盤底這麼久 那一旦成功 輕輕這樣一拉有沒有 這樣子就一倍了 再拉多一點變兩倍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17匹馬力超盤數 跟各位做個說明 我今天在我的粉絲團盤中的時候 有發文做個說明 什麼是17匹馬力超盤數 分四個面向 主力要翻多 六線要全上 週月轉折必須牽手同多 週月雙線戰法必須黃金交叉 這四個技術基礎的面向 全部都走多 符合之後才變成什麼 17匹馬力翻多的翻倍標股 投票你看喔 你看我們多用心 我們這樣子選標股 今天噴9% 昨天有邀請 邀請森瑞第二 保林復井第二 你必須要趕緊完成布局 今天布局噴9% 是不是你看 我選的是什麼 不是已經噴出的 這是我的理念 堅持主升 才是康莊大道你看喔 這裡均線全糾結 均線全糾結 然後呢突破之後 投票標1.3倍 那現在是不是一個均線全部糾結 一個三角收斂突破 均線全部突破 是不是 你看喔 昨天邀請你今天買進 APP有選出來對不對 買進之後呢 你看是不是噴了 買進才剛剛過均線 然後呢 然後呢差一檔噴漲停 脫離均線了 是不是 因為他過去的股性 不動就不動 那一動呢噴1.3倍 所以呢這一檔 下週勢必再做加碼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 好了 那另外還有一檔 就是我們11月初 宋可全會會員的 翻倍4號 投票你看喔 你看他的股性 兩三年會有個循環 股票式循環 沒有永遠多頭跟空頭 他會交替 他會輪流有沒有 好 多頭噴5倍 噴5倍做頭後休息 兩年的時間 投票沒有 休息兩年喔 投票你看喔 是不是跟過去的歷史軌跡差不多 好 是不是跟過去的歷史軌跡差不多啊 前個波段啊 這個17匹馬力帆多噴5倍 噴5倍的標股 所以也就是說 他的歷史紀錄代表什麼 他多頭不漲而已 一漲呢 是有噴5倍的潛力 懂我意思呢 代表他的基本面的緊急循環 確實是可以值得來做掌握的 好 那現在是不是過去是空頭 過去是空頭的情況有沒有 均線全部下跌 均線全部下彎 均線全部是駐跌 那現在是不是一個打底 打完一個底部是非常之漂亮 好再畫一次喔 好 你看 過去是空頭跌四馬 然後呢經過打底足底之後 有沒有是不是底部非常的扎實 現在均線全部翻揚喔 因為17匹馬力 確實有形成反多 你看喔 我們11月初佈局一次 然後11月底的時候佈局第二次 目前準備要買第三次 下個禮拜前三天 因為這是我們團隊研判 聽好我的結論喔 農曆年前的超級大黑馬 如果不要說這個500個% 光從這裡光從這個位階 只要能夠噴到這個位階 大概就一倍了 所以農曆年前的超級黑馬 我們買兩次了喔 會員買兩次的 我們下週前三天 一旦突破前高 我們準備買第三次 這是最後的通知 這是最後的邀請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了 有沒有 17匹馬力超盤數 翻多的翻倍最強 主人表股已經全部選好了 通通都是過去是空頭 經過足底成功之後 現在是多頭起漲的位置 我專門 這是我的強項 我專門挑這種股票 下週前三天請務必做好準備 跟上因為我會做 最後的通知加碼 請各位把握機會了 另外投資票 為什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如此的驚奇 如此的神奇 未來會漲會跌 你看節目都爆轉 來跟各位做個簡單的分析 節目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然後粉絲團什麼QR Code 好 明天我們的戰報呢 會寫得最指數而言 因為太明確了 我會做兩三句話的交代 就提醒跟交代就可以 好 明天有個特別的額外的內容 就說我們這禮拜呢 特別去園區打聽出來 農曆年前跟農曆年後的景氣園區的看法 獨家獨家明天會出戰報 跟會員跟用戶做報告之後呢 也分享給全國的粉絲 所以兩大粉絲團今天務必要趕緊 什麼QR Code做這個加入喔 來投票有沒有四人講 每一個轉折通通四人講 那重點是什麼 講完之後百分之百正確 這是江老師的苦練的這個成就 好來投有沒有 超強超神奇 然後如果你有心要學 你想學 你都可以透過我送會員的網路技術班 學習 學完之後可以看第二遍 複習 再看第三遍 然後看了十遍以後 我相信你就熟能生巧了 你的功力會跟以前大幅度的提升 自己好好把握機會 投票你看喔 12762翻多啊 12762翻多節目公開講 然後噴到14461還做這個加碼 噴到15012 是不是光這個翻紅 噴2200點 會員說完全沒有難度 看到翻紅買進做多 直到他翻綠為止 是不是太輕鬆太簡單太無敵 沒錯吧 三波都爆賺 好 上個禮拜為什麼預告 為什麼上禮拜江老師 可以預告本週主力大甩轎 然後足足甩了這個 14980會箭頭往下 箭頭是往下 然後還預告1444 昨天14464 是不是太神奇 漲五周 周線漲太多 他想回 但是月線是剛長多期漲 把它撐住 所以他只需要一個洗盤 甩轎就OK了 就可以交代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太神奇 太驚奇了 好那這些都過去了喔 那過去之後呢 昨天是不是14464發了邀請函 主力大甩轎目的已經完成了 畢竟完成有沒有看到 你看喔 這是14762有沒有 14762K值低檔 昨天K值低檔 是不是一模一樣 是不是兩邊是一模一樣 都在低檔區嘛 從低檔中到高檔的概念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江老師說很簡單對不對 昨天發了邀請函 然後今天就噴出了 是不是跟著最強喔 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然後今天節目呢 跟各位強化一件事情 來三天後季線快速翻揚 聽好了齁 快速翻揚 來跟各位做個說明齁 好先看這個主題成本喔 來頭部 來先做個這個結論齁 好 你看是不是 昨天有沒有 昨天講這個K值 是不是低檔區 是不是低檔區 沒錯吧齁 跟這個我換個顏色 會看得比較清楚 有沒有 昨天講K值低檔區 確實沒有錯 跟這個12762是一模一樣齁 所以昨天的買點跟這邊的買點 是幾乎如出一側 同樣你看這個喔 12762之後呢 什麼時候開始攻擊 K值有沒有看到 過50攻擊 所以下禮拜注意看喔 他一旦過50 他就可以攻擊了齁 所以跟各位講個結論 好打字喔 跟各位做個強化 很簡單齁 你看喔 把技術電腦純熟 未來是不可預知的 可是你會很有概念 你跟我們一樣 很強 很有信心 很有霸氣 很有概念 把這個最好的波段 把它轉起來齁 那下禮拜呢 這K值齁 下禮拜K值過50 等於什麼 等於攻擊齁齁 注意到齁 攻擊 那支撐有很多啦 14444啦 14602跟14663都是支撐 守住就OK就沒有問題 好 重點在哪裡 壓力 14729是唯一的壓力齁 那過齁 等於是沒有壓力囉 一旦過就沒有壓力齁 他會先攻哪裡 攻這個15195加農曆年後 我跟各位預告很久的 16403 懂我意思嗎 好把握機會 這是下個禮拜的關卡 下禮拜的關卡 一旦過14729 就沒有壓力了 這一波會可以完整的複製 這波的行情 第一段就可以完整的複製 好 這跟各位做個註解 好 另外呢 來看季線喔 我把先行調到季線 頭髮你看 我把線只留季線喔 這樣各位會看得更清楚 來頭髮 你看一下這個15 8523 頭髮你看喔 這是8523 8523頭髮你看 漲一段後 是不是季線突破要翻揚 你看是不是 翻揚前是不是有拉回 有沒有看到類似這種 突破季線之後 季線要由空轉多 由鑄跌轉成鑄掌會有拉回 然後一旦季線正式翻揚鑄掌後 第二段就來了 是不是 就是我講的概念喔 頭髮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你看回到這個禮拜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甩轎 上週預告為什麼會有甩轎 頭髮是不是你看這個概念 季線跌破要下彎前會反彈回抽 做逃命後來重挫 有沒有 好下次季線突破 季線突破 三天後季線要快速度的翻揚 而且不是翻揚一天 是連續翻揚二十幾天 所以你看是不是 1突破2拉回3要攻擊 是不是 所以擺明了擺明 未來你看得懂 你看得懂有信心把技術練好 這一段呢是你錯失這個第一階段 最後的機會了 是不是 所以好好把握機會喔 三天過後 那個季線會連續性的扣低翻揚助長 所以呢 你錯過12762 昨天我連14464的暴力邀請盤買點 都送給大家了 所以未來你錯過的 下三天過後 最好賺最強噴出段會大啟動 聽我的形容詞大啟動 你非得把握不可 好那如果選標股呢 一樣喔 堅持主升 這是康莊大道投資朋友 控盤轉折跟17匹馬力 這是我們的這個選標股的這個技術 真的很棒喔 你看有沒有 轉折多17匹馬力 包含了主力均線轉折跟雙線有沒有 四個不同的指標 全部把它砍敗在一起 結果都是多多多多多 把這種選出來 然後專門攻起漲第一天 就是江老師苦練20年 然後呢 這個練就出來的很簡單的SOP 有沒有 每一檔股票你要操作能夠贏 那特別能夠賺到大波段 你必須有方法 你沒有方法你會雜亂無章 你會追東追西 懂我意思嗎 你看這個高麗 買旗漲堅持主升 只做主升段標股 然後專攻旗漲 你看賺102% 聲銳堅持主升 專攻旗漲全部四人獎 全國會員做見證 賺了98%有沒有 所以聽江江的 把主升段標股這件事情 做好一生幸福圓滿 買這個啊 買整理結束後的旗漲 主升第一天啊 所以利用我這樣的技術 把買股票主升標股 全部買主升第一天 未來噴出你就不用追 你可以享受被全市場 抬轎的喜悅 你看喔 每一檔都是如此耶 金金克 買旗漲第一天 是從573 從372噴到583 好一拳買旗漲第一天 賺3乘3 好美食是不是買旗漲 堅持主升專攻旗漲 107噴到140 今天143了 今天創新高143了 好跟我來好不好 東國遊艇 你買264今天呢 噴到3338 今天高點是325左右 東國意思嗎 還有我認為都還有很 都還有蠻大的波段空間 為什麼 因為他有題材 過年之前都有源源不斷的 財報空窗期還有做夢 還有這個傳統的結帳的行情 所以做帳跟結帳的行情 其實會把握有沒有 你看 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贏 東國想清楚 靜下心來冷靜思考 為什麼能夠贏 堅持主升會贏 不必追漲停 然後不可以追高檔 這樣子你就能夠贏 那散戶為什麼輸 跟錯人嘛 選錯標股嘛 低檔都不敢買 高檔才做追高嘛 所以因為都是因為追高 所以改掉喔 改掉追高的壞碼 為你頭頭不好聽江江的 你看這個台康生 是不是很明確 堅持主升專攻旗掌 111變162 我不是魔術師 我們會員不是詐騙集團 有沒有你看喔 這個54的台藥 買旗掌頭不好多幸福 買旗掌7字頭 5字頭變7字頭 是不是 所以我跟江老師 常常跟我講 分享一句話有沒有 每檔標股 股票都有個循環 多空會交替 會有循環 所以每檔標股 都把機會 留給有準備的人 頭你看喔 上半年創為賺7乘4 84 是不是機會 堅持主升 專攻幾場 是不是買底部 我有噴出才買嗎 我們買84塊錢 噴到110 頭部你看喔 這是創委 頭部你看 是不是 過去是空投 鑄疊 馬上開始準備要鑄漲了 其實已經鑄漲了 箭頭已經變得往上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鑄漲說 過 你看 我把它再縮小一點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有沒有看到 均線鑄漲是多頭 鑄疊是空頭 現在是不是鑄漲了 所以我認為還很有空間 好 自己跟上下一個 波段的加碼點喔 好 過來 是不是 寶林副井 買141噴到193 今天法人調高 目標到200塊錢以上 是不是 所以你是幸福的贏家 你把堅持主升 專攻幾場這件事情做好 你絕對是幸福的贏家 是不是 越努力越幸運 為什麼 這是我的座右銘 因為上天永遠不會辜負 努力的人 請各位把握機會 學習喔 我有10堂課送給大家 你可以充分的學會了 17匹馬力超盤數 可以學會控盤轉的超盤數 還有扣3D提款機的絕技 請各位把握機會有沒有 你看過去的預告 如果我過去講的都是錯的 節目關掉不用看了 可是過去講的全部都印證啊 太神奇喔 上週預告大甩叫 本週先跌548點 昨天發暴力邀請函 今天噴了278點 有沒有你看過森瑞的 堅持主升賺98% 好保齡附錦堅持主升 今年賺124% 好這個是全金白股股 有沒有看到 過去是空頭 好再畫一次喔 因為太精彩了喔 好有沒有 好你看這個過去是空頭 初跌主跌末跌盤底 那未來不是初升主升末升嗎 不是可以充分掌握後 你可以賺三成五成一倍兩倍嗎 是不是 我們把這種股票做好 把這種股票你看喔 哇你看今天才這樣 才漲一點點有沒有 才漲一點點而已 9.5% 所以還很有空間喔 請各位把握頭髮你看 過去有票股基因 經過長時間的什麼 收斂突破嘛 是不是突破了 下降反壓突破 下降洩行成立 這種股票最會噴了 好好把握機會喔 你看今天 不噴則已 一旦突破均線 一旦17匹馬力翻多 不要差一檔漲停了 是不是 好那另外這檔最重要喔 我們已經買兩次 已經買兩次 我們設定是 農曆年前的超級翻倍的大黑馬 聽清楚翻倍的大黑馬 已經買兩次了 下週前三天 準備通知買最後一次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 重複結論喔 站穩14729他會攻擊喔 未來三天 季線助長翻揚連續助長之前 最後佈局時間 請各位把握機會 最強主升翻倍標股 下週前三天 我會做最後的通知買進 請各位把握機會喔 LINE的留言 就可以跟上 然後另外 0800668085 電話來臨做諮詢喔 那節目最後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跟分享喔 祝各位操盤順利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